第三 和大家介绍一个 兼用多种修辞格 来组合意象 进行表情答义的 比如说这一首 《贺助情欲案》 大家也非常熟悉吧 对不对 林波不过横堂路 前面来简单介绍一下 林波在这里 是指林波仙子 点出曹子的落神父 落水女神 林波微步 在水面上可以走的 落水女神是个仙女 所以以后 就用林波来代替仙女美女 横堂是个什么地方呢 横堂是贺助当年 隐居的地方 就在现在的苏州境内 她一大早起来 看见有个美女 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了 走过来 走过来 但是呢 她心里面以为是 往她住的地方 横堂走过来的 谁知道走到半路呢 那个美女呢 一个拐弯 拐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她就在懊恼了 惆怅了 渐走渐远 慢慢地越走越远 她眼睛老是在那里 都看到人家 这么地慢慢地 走越走越远 直到看不见为止 方程在这里 就指代那个林波仙女 因为古代的仙女身上呢 都是挂有香囊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 碰香水一样的 是吧 好像谁的那个小说里面 有个储留香 男的都很储留香 女的不更加吗 是吧 看不见了 看不见这个女的了 你以为她有甘心了吗 还没有甘心 她更为人家操心 她反过来 她说 景色年华 谁语度呢 好像我这样的人 你都不光顾 对不对 那么你的景色年华 你要与谁度过呢 换句话来说 你不嫁给我 你要嫁给谁呢 好像这样的人 应该嫁到哪里去啊 嫁到月桥花园 锁窗诸户 只有村之处的那种地方去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居士啊 这里用了一个修士格 是什么居士 色问居士 景色年华 谁语度呢 问了吗 下面答 自问自答 有月桥花园 那里去往去 你会嫁到 锁窗诸户 好 先看这两句 这两句 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家的了 那应该是一个豪门大族 这样的人家 我们再往下面读 只有村之处一看来 他还不是一般的豪门大族的人家 一般的豪门大族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可以知道他在哪里 这一个豪门大族啊 只有春天才找得到的 你进来去的话 一般的进不去的 那应该是什么地方 在这个案子 皇宫的那种地方 对吧 只有皇宫那种地方 他一架就架到那个地方去 只有那个地方 才能够适合 他的归属 所以作家为什么不懊恼呢 是吧 你住在恒堂 恒堂算什么 几间茅屋而已 对不对 好 下来 避云阳阳阳横高木 彩笔心提断肠俊 首先他有一个表示时间的概念 木 那就说明前面 那很早的时间呢 一早他就看到那个美女过来了 然后美女离开了 他还为你目送 目送完了为人家侠操心 一直操 操 操到了傍晚木 因为呢 通过避云燃燃 燃燃是渐渐的流走 这里的暗示了时间的流逝 你看这个云慢慢的慢慢的在风中流走 那时间也就慢慢的流逝了 一直到木来了 横高是地点 就是他住的地方 那么那个仇那就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加深了 只好用彩笔来新提断肠句 就是写了这首诗 这首词 这里暗用了一个典故 暗用了南朝江燕的典故 江燕写过著名的作品 是什么呢 恨父别父两个父 当时啊 传遍了天下 大家互相传操 洛阳为之子贵 以后呢 就有一段时间呢 江燕就没有作品出来了 后来呢 你家的朋友呢 见了他 他就问他 他说江郎啊 你这一段呢 有什么大作啊 拿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分享一下 行不行啊 另外一个人说 好像他最近 他都没有写什么 对不对 那么没有写什么 说明江郎是不是最近财敬呢 所以有一个成语 叫做江郎财敬 就从这里来 这个江郎就指江燕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不是 谁说我财敬呢 我的财多得很难 想起当年 你看我写恨父别父的时候 一挥而就 是什么原因呢 写的呢 就是写的痛快 写的顺 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在梦中 睡梦的时候 在梦中 梦见了一位仙人 送给我一支五色彩笔 我拿他那个五色彩笔来写 写的真的文彩飞扬 写的很顺 正因为我的财太多 写的太多了 把那个五色彩笔的那个毛 我们已经讲了 以前的笔是毛笔嘛 对不对 那个毛 那个尖 头那个地方写凸了 写了就是笔的不能写了 是不是 那怪我吗 怪这笔不能写 所以呢 只好我最近都没写了吗 这么难为难 所以彩笔心题断肠句 就用了这个典故 断肠就是那种忧愁 愁愁 最后一句 开了吧 诗问贤愁都几许啊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这里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句式啊 又是色问 还用了什么修士格 柏玉 对了 连用了三个玉体 来比喻它的贤愁 一个玉体一川烟草 第二个玉体满城风絮 第三个玉体 梅子黄石雨 柏玉了哦 大家也看看 还用了什么修士格没有 这个柏玉本身也构成一种排比 对不对 柏玉本身也构成一种排比 再看看还用了什么 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层面的修士格 能够看出来了 那真的是有一定水平了 那通过柏玉来组合异象 它是一层了啊 还有 你看我分析啊 烟草是初春时候才有的 刚刚长出地面 但是它前面呢 还有一个限制词 一川 川古代是指河流 后来贩子好像具有河床那种地貌 就叫做川 一川的烟草 刚刚长出来的那初春的小草 你数得清吗 数不清吧 一川烟草 那个数量 有多少 我的闲筹这有多少 到了第二句 风絮 柳絮洋花 什么时候有的 时间 木村 前面有一个限制词 是满城 那么满城的空间 比一川的空间比较起来 哪一个大一点呢 满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杜甫有一首诗吗 国破 山河寨 城春 草木深 那么这当时 我们都说 这两句用了护文 对不对 护文的意思就是 那个国破的国 和城春的城 是什么 同一词 国就是城 城就是国 在古代呢 这个城 就是指国 这个国 就是指诸侯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啊 大家知道吧 那么这样一解释 那显然这个城 这范团的范围要比川 要宽大得多 牧村的时候 满天都是柳絮阳花 由于范围大了 那显然柳絮阳花的数量 就要比一川的烟草要多 再接下去 梅子黄石雨的季节是什么季节 夏天 夏天专门有一个时间是梅子黄的时间 那个时候天下 整个天下啊 就下雨 古代的整个天下 和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的 这个 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中国 那是相似的 古代的中国是指中原 中原地区 黄河中下游一带 那么我们这个汉唐这个版图 那远远不止中原啊 旁边你比如说我们南方 西北东北西南 这些都是唐朝的版图 那个版图呢 有一个说法就叫做天下 又叫四汉 又叫九州 对不对 那么梅子黄石雨 那就天下都下雨啊 那只雨丝一条条的下来 你数得清楚吗 那由于天下的范围 又比满城要宽大 所以梅子雨 梅子黄石的雨 那么就应该要比风序要多 讲到这里 他又拥有了一种什么样的修识歌啊 成地 地近 对不对 用了一种地近的修识歌 随着 出春 从时间来看 一川烟草出春 满城风序木村 梅子黄石雨呢 下 时间在不断的推移 你看他这个层替 他有什么样的 一种好处 妙处啊 所以说时间的推移 由初春 木村到夏 地狱 由一川 发展到 扩大的满城 由满城 扩大的天下 地狱 从数量这个角度来看 数量这个角度来看 那显然 满城的风序 要比一川的烟草要多 天下的梅子雨 要比满城的风序要多 数量的不断的增多 对不对 那么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 那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的闲筹是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贤仇不断的加重加深 是吧 他要表达这一点 贤仇不断的加重加深 看看他在这里 他用了多少个修士歌啊 据是社问 博弈 排比 最重要的一个成帝 作家兼用了多种修士歌 来组合他的意象 这样的表情答义 说来这样来回答他的 贤仇都集许 特别是他的这个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贤仇在不断的加重加深 这个意义来看 虽然他只写到夏 但是夏晚有秋有冬 作家可以省略不写了 过完今年的春夏 明年还有春夏 后年还有春夏 这些作家都可以不写了 但是我们这个空白 还是可以填下去的 对不对 空白还是填下去的 这样他的意义 那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说 要懂得通过修士歌 分析意象的组合方式 那么讲到这一点呢 我们好像呢 他用了某一些修士歌 又似曾相识 比如说李后主 在于美人那里 不是写了问君能有几多筹啊 恰是一江春水向中流 那个是五代时期的 后主 词人 现在是百宋 时期的贺著 我们可以看贺著 在哪些方面继承 同时又发展了 李后主的这种表现手法呢 李后主的那一句话 从句式来看 是用了色问 表现手法来看 是用了比喻 只用一个玉体 对不对 这里用了多少玉体啊 三个玉体发展了 李后主那里 有没有成帝的关系啊 没有 他这里有没有 有了 发展了 所以 我们讲有言 进入到像这个阶段 看了作家 诗词作家用了多少像 这些像 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组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它的组合方式 其实就是通过修词格 表现手法 来进行组合的 同时我们分析意象的组合关系 其实也是分析解答了 这首词的艺术手法 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修词格 表现手法 其实也是解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介绍诗歌也好 我们在诗歌的教学的时候 应该注重这些分析 因为修词格太多了 我就不一举举例了 对不对 你 比如说还有女人 夸张等等 对不对 那些大家相信 大家一看一看的出来 那些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接下来讲 第三个层次 言赏 第三个层次解决什么 解决意义的问题 那就是要从作品的整体入手 来把握诗词的意境 及其文化意运 作家来写言也好 通过言来写像 塑造了像 描述了像 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他是通过像 意乡的组合 来传达意义的 那么我们来了解 作品 它的境界 它的意境的高低 那么显然 它是带有价值判断性质的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意向 好不好 高不高 那么里面呢 就包含了我们的价值判断 所以 言赏 使诗词鉴赏中 带有价值判断性质的 探求意愿的分析过程 和批评活动 我们举一些例子 先看看这个历史 唐朝有一位诗人 写了两首血诗 这个你们在全堂诗那里可以找得到的 最后一卷 下雪了 他的诗信来了 那就来写吧 怎么写吗 首先看第一首 六出飘飘 降九霄啊 接前接后 进琼瑶啊 有朝一日天晴了 死哨走的死哨走 死敲的死敲 我们根据诗诗的章法 启程转合来看啊 来分析一下 开头的这一句还是有点气势 对不对 六出飘飘 降九霄啊 你看那个雪 铺天盖地而下 这一句话 进戒还比较扩大 对吧 接前接后 进琼瑶 其中还有一个比喻吧 虽然呢 气格就小了很多 马上到了接前接后了 对不对 原来是整个天地 六合 尽管如此 气格小了很多 但是他用了个比喻 进琼瑶 琼瑶是玉 买玉 来比喻那个雪 也还有点意思 到了一转的时候 有朝一日天晴朗 好像那一个 好像一个叫做什么 顺口溜来了 最后一个和结局是 死哨走的死哨走 死敲的死敲 就变成了大家出门去扫血了 对吧 就变成个人至少门前血 有些拿扫帚去扫 有些拿敲去踩 完了 他通过这个意向他要表达什么呢 好像他自己也感觉到 这个写的还没有把我所有表达的意写出来 再来一首 好吧 再写第二首 江上一笼筒 井上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 那本来人家是白狗怎么办 那白狗就身上肿 第一句话也还可以 江上一笼筒 白茫茫的一片 那还是有一点境界 还是扩大 但是呢 满世界是雪 但是有些地方 好像井 井有一点深度 那里的雪没有灌满 那怎么 那井上那当然看到有一窟窿 他又要表示那个雪下的很大很厚 所以也来比喻一下吧 黄狗身上白了 对吧 你看那个雪果的那个狗 黄狗身上白了 那人家本身是白狗 那怎么办 那白狗身上肿了 那只能让人家知道有个雪大 但是他这个比喻嘛 得用得太 是吧 太俗 表达的意思呢 没有什么深意